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2. 人问谁 对已明 无与我 不分明 光辉读这几句话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知道它的意思 有人问你是谁时 要将自己的姓名告诉对方 如果只回答是我 对方就分不清楚你到底是谁 想知道怎样记住弟子规第42段的内容吗 事不宜迟 马上进入我们的高效记忆联想空间吧 数字42通过谐音的方法继承好吃的是儿 所以 数字42对应的编码是是儿 人问谁可以根据含义联想成别人问是谁 对已明 则根据谐音转化成应对时说的是义明 无与我 也可以转化成 无与我 也可以转化为无语哦 最后一句 不分明 通过含义联想为不能分辨名字 最后 我们把这几个画面串联起来 是儿去面试 别人问这是谁 他应对时说的是义明 面试官说 无语哦 我还是不能分辨你的名字 你们都学会了吗 一起来复习一下 首先 看到是儿 我们可以立马想到数字字二 是儿去面试 别人问这是谁 他应对时说的是义明 从而想到 人问谁 对已明 面试官说 无语哦 我还是不能分辨你的名字 进一步想到 无与我 不分明 我们再来看这张图 尝试回顾一下刚才所记的内容 四十二 人问谁 对已明 无语我 不分明 怎么样 这样是不是轻轻松松就记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